港珠澳大橋 前兩天在東仁宮島 突然經過那裏 經過金巴 本來是去澳門 在那裏所有乘客要下車 然後要檢查 要拍大頭照 要查證件 行李要經濟光 有些記者去試過 確實是這樣 手有懷疑可能被抓去問話 陳先生去到東仁宮島 突然被扣查 然後失聯 現在幾十個小時 這個兒子去找 去澳門就說他沒有入境記錄 去珠海就說他沒有被捕的記錄 來香港就說他是境外失蹤 不如你找回大陸的公安 當他是球這樣踢 踢完一輪後 因為引起輿論的反應 於是駐月辦就答應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按道理 港人在大陸的境內 這是珠海的水域 被拘捕 或者被扣留 是要通知香港這方面有通報機制 通報機制應該已經過了時間 究竟發生什麼事 也只有一個G字 眾所收知 今次為何會在口岸區 那麼大陣像做這些事 那也不是口岸區 去得邊的人工都跳下海 那麼大陣像做這些事 因為習近平會去澳門 這幾天就來了 直到20日 出席澳門回歸20週年紀念 大典 企新政府就職禮 要監禮 於是 是不是懷疑澳門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 理論上應該在那邊的公安 不是公安 是邊防 或者施警去截 那些不受歡迎的人物 是不是覺得他們把關不力 所以要在東仁宮島提早截他們的人 這個真的沒有人會告訴你 不得而知 好了 我今天有一個疑問 今天和陶瑾珊談起來提出一個疑問 澳門除了港珠澳大橋 水路也可以入境 是不是 水路會不會在公海上找公安船截你上船審查 然後那些懷疑的人就帶上船 好像又沒有聽聞有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在水路上依賴澳門的施警 邊防 入境處等等的人 去把關 所以 你是沒有辦法掌握到整個政策的來龍去脈 為何突然出現這個情況 好 今天有一個聽眾打電話來 說到他在11日的時候 早在11日 即是5天前 已經有類似的遭遇 他 他承認自己是身亡 亦承認自己有機會被人報了上去 這個大家要警惕 他說他自己是身亡 亦和朋友或客戶經常討論香港目前的問題 他懷疑被人打了小報告 上去 經過一次 不是在澳門這邊 過關的時候 已經被人打進去問話 有些事情過不了 拆回香卡 手指毛等等 事實有一飯過不了 被人打進去問話 搞了一段時間 這樣 這次亦是搭這個金巴 去港珠澳大橋 打算去澳門 有這個東文公島 被折 搞了兩三個小時 去問詳細的事 又問他對香港 反送中的運動的看法 問得很詳細 幾乎是思想審查 最後 他比較幸運地沒有被 扣留 兩三個小時後 遣返 還有原來通知了香港入境署 有六個入境署的職員去到那個地方 問他現在要遣返 你願不願意 他也覺得有什麼願不願意 你要趕我走就要回來 所以 他說這種情況 已經是很多天 之前已經開始 把關 大陸的公安 首先和你把關 不要依靠 澳門政府做 所以大家 我說在這段敏感的時間 我都說過 澳門可能365天 全身充滿了G點 全身都敏感 在這個敏感時間 無論你有事和沒有事 無論你是否黃還是什麼 你也不要說澳門 你不要以為澳門和上大陸不同 現在過澳門和上大陸 是可以百分之百一樣 澳門和這個 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我說的 已經是一國一制 香港 一國 1.5制 這是黃之鋒說的 1.5變成1.4 1.3 1.2 1.1 都不定 越來越變成這樣 好了 習近平去澳門 會說送大利 有很多優惠澳門政策 路透社已經時先張揚了 會在那裏宣佈 會在澳門搞一個人民幣結算的 股票交易所 很多人就笑 搞成先算 你澳門我也在分析過 是不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地方 是不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 是不是一個人緣自由往來的地方 這三個都如果不是的話 你很難做成一個金融中心 和上海和北京和深圳沒有分別 尤其是最近 美國商會有兩個重要的人物 一個主席 香港美國商會 一個行政總裁 被他入澳門境 說他是危害澳門的 安全 別人就會覺得 如果我在那裏 製造股票上市 你突然說我危害安全 我的工作人員也不能去 股東人也不能去 主席也不能去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有些人說不怕 過了12月就沒事 我怎知道你今天12月 明年會不會11月10月 9月8月全部都有事 你真的不知道 在一個不確定的因素情況下 你搞一個金融中心 其實是很難搞成的 上海搞了很久 深圳搞了很久 都是堂水滾堂魚 因為金融中心是要國際化的 如果你不國際化的話 你搞多一個來幹什麼 上海又有深圳又有 你不國際化 你搞來幹什麼 還有一件事 今天有一份媒體提出 會不會把澳門捲入中美鬥爭的漩渦 為何這麼說 先聽我講一個故事 在很多年前 澳門回歸之前 我看過一份英文雜誌 裡面也說了一個故事 故事也挺引人入勝 記者自己放射 一直都傳 說澳門的賭場是洗黑錢的 賭場洗黑錢不只是澳門 全世界賭場也有機會 北韓搞賭場的時候 美國賭場不知道會不會 造成洗黑錢的工具 但美國也看得很緊 故事說那個記者 拿著一箱美金 去到賭場旁邊的一個 報紙檔 還是 小事多的那些 告訴他 熟門熟路 可以幫我處理一下這塊錢 上百萬的美金 如何處理 就是入賭場 將他換成 這個籌碼 OK 於是 隔了上午到下午 或翌日的下午 成功地做了 將這塊錢變成籌碼 這個籌碼就可以換錢 於是走一轉 將 不明來歷的 錢 即是有機會是黑錢 就洗白白 變成籌碼 籌碼就去賭場換錢 於是如果真的被人去查到的話 有錢就贏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我 依稀記得很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看過一個故事 說澳門 回歸前澳門的 各行各義包括賭場 發現什麼角色 有一份香港的平均日報提出 會不會捲入中美鬥爭的漩渦呢 因為如果搞一個股票的中心 會不會多一個洗黑錢的渠道呢 將錢 通過這個股票的運作 游黑變成白 這個機會不是沒有的 也是 賭場的工具 股票交易所 股票交易所都是大賭場 如果你的監管 寬鬆的話 賭場基本上沒有什麼看 有機會會變成一個 將黑錢洗白的工具 這個工具 還明正言順 賭場還有一些偏門的成績 股票交易 雖然都是大賭場 但是這件 會 更簡單地 走一轉就搞定了 錢變成白錢 全世界都關注很關注洗黑錢的問題 大家知道 美國尤其關注 美國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很多部門一起做 會做這些事 很多部門 你說毒品的部門也好 財政的部門也好 總之很多執法機構 都是千方百計 無論是恐怖主義的錢 毒的錢 貪污回來的錢 追到天涯海角 追到不同的交易 這個過程 然後問三問四 即是說 你有錢在外面匯回來 有錢匯出去 全部都要問得很清楚 錢的額 如果你說幾百元當然沒有 例如你去到某一定的數量 他要問得很細緻 究竟你的錢的來歷在哪裡 為何要那麼多錢 問很多這些 如果澳門 搞了一個 交易所之後 有機會成為 這個金融中心有機會成為 洗黑錢的工具 而又被 美國佬 看上眼 澳門就很嚴重 澳門就變成一個 中美鬥爭的漩渦 如果引起美國監管機構 去懷疑 你是否被作為洗黑錢的渠道 洗黑錢的工具 這亦會影響到 現在 澳門的 賭牌的持有人 有不少是美國公司 這個相信 未來的新政本上任 賭牌陸續到期會重新洗牌 這些美國的資本去澳門的投資 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如果 美國 情報部門 盯中了的話 都有機會 惹禍上身 所以 中國政府 始終都是那種思維方式 什麼思維方式 很簡單 我想你在這個地方做什麼 他認為我給你一個政策 給政策 給優惠政策 叫下令叫你這樣做 你 三招之外就能做成 OK 因為 這種思維方式或者政策或者工作模式 在大陸是慣常的 我約在這裡 搞高科技中心就搞高科技中心 我約在這裡搞金融中心就搞金融中心 建立交易所就建立交易所 接下來怎麼辦 土壤 底韻 歷史 人才 硬件軟件等等 他不理 總之我做出來就做出來 這是他的經驗 譬如深圳 幾十年前 幾十年前我也有回去探診也好做事也好 深圳是一片荒蕪的 一個農村 幾十年之後現在幾點 高樓大廈臨立 確實是他覺得成功 創新科技高科技的集中地 他覺得可以 不過很多山寨東西 有什麼意思 在這個經驗裡面人定勝天 我們不會 讓其自然產生 而是我可以用自己的政策出來 令他們成功 深圳可以 上海可以 澳門為什麼不可以 上海 爛船也有三分釘 49年前 已經是一個 很重要的經濟中心 深圳 是一窮二白 由零開始 如果深圳都可以 澳門為什麼不可以 他會問你這個問題 這個世界 很難和你爭辯 你說行不行 你做了才算 很多人都是這樣 有些財經界的人士說好 當然好 因為你沒有人才 在初創的時候 香港的 起碼 十個七分兩件也好 過去找錢 跟你 做一些新的規劃 你做金融中心 當然我相信 他不會相信香港人 大部份都會找大陸的人下來 這樣還死得 如果你面向國際 又是大陸的人跟你去設計 不是說硬件 不是在大廈 在大廈用什麼 幾年就搞定 現在說原件 究竟要搞這個 所謂的金融中心 又發生 連習大大去都可以 發生那麼多事 這個金融中心的前途如何 大家 心中有數 深藉口快 兩周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 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 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 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 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 都可以 如果你想寫劃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 不要再寄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九圍馬鞍山郵局郵箱 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周年